奔驰车型一般指的是双门的鲜辈式小轿车 带属于上个世纪的欧洲 奔驰一直都是它的狂热粉丝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奔驰旗下一款轿跑SUV 奔驰GLE奔驰2.5T 48V轻混车 前脸采用了奔驰的家族式设计语言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镜面logo 搭配一个点阵式的进气隔山 具有非常高的辨识度 再加上AMG的运动套件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侧进气口的位置 就有两个风刀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运动 而且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一些黑化处理 搭配车身的红色 显得更加的年轻和运动了 来到侧面你们最先看到的是什么 我最先注意到就是AMG的轮毂了 搭配的是一个20寸的米其林轮胎 看起来很运动有没有 我看很多网友都在吐槽 说这个轮胎看起来有点小 但20寸搭配这个车身 我觉得也还行 然后继续往这边看 这里有一个车侧的脚踏板 很多人可能平常都是不太会用到的 但是我今天一眼就看出来 这是一款豪华版的车型 就要归功于它了 电视度还是很高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尾部的设计 6倍的造型 再加上小压位的设计 让它更加区别于GLE车型 而且它在保留SUV特征的同时 又变得更加的年轻运动修长和优雅 尾部最具辨识度的除了外形之外 就是它这个三角形造型设计的一个尾灯组了 往下面看我们还能看到它一个黑化处理的下包围 而且我们能找到它下方还有一个扩散器的设计 这个设计能让整个车提升了一些运动气质 仔细观察的时候会发现它是一个双边共两出的排气布局 两边有两个非常粗壮的排气孔 看起来很唬人 但是不要被它吓到 其实它真正的排气隐藏在了车身的下方 后备箱空间你们觉得怎么样呀 我坐进来之后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一个先备的设计 所以开口也更大了 搬运东西非常的方便 平常出门带带行李都没有问题 如果说你是想要搬家 或者说帮别人搬运一些比较大件的物品的时候 也可以把后排座椅放倒 这样的话后面的空间就更大了 而且车上有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 就这里有一个按钮 当我们搬东西的时候 可以把车身的高度降低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把行李搬到车上来 是不是很贴心啊 内饰方面我们还是看到了奔驰一贯的家族式的设计风格 一个家族共用一张脸 12.3英寸的双连屏设计 这个双连屏看着很眼熟啊 在很多其他品牌车上我们都会看到 但其实都是他们在模仿我们老大哥 虽然我们老大哥已经有100多年的时间了 但是他至今也还是金字塔顶端的弄潮儿 64色的凤威灯 柏林之声音响还配了13个喇叭 这也是很多小姐姐喜欢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车内还采用了仿碳纤维饰板来进行装饰 而且呢保留了大量的实体按键 中间最特别的就是这个触摸板了 以前我就一直想不通 明明我们现在都有这种触摸屏了 为什么还要这个触摸板 我现在发现了 当我们小姑娘做美甲不方便使用屏幕的时候 它的实用性就体现出来了 而且往后面看这里有一个拨挡一样的设计 这个拨挡呢可以调节空气悬挂 来降低和升起车身 如果说我们有老人呀 或者说后面这样拿行李的时候 这个功能就很好用了 而且呢车里还有很多的一些储物空间 除了手套箱之外 我们在这里还能看到有两个杯架和手机无线充电 两个Type-C口 而且中央扶手箱里面的空间呢也很大 我们平常往里面放一放我们的各种镇件呀 或者说钱包呀等等都是没有问题的 做到后排来之前 我原本最担心的就是因为溜背的设计会压缩头部空间 但是它采用了一个挖空的设计 我倒觉得坐进来头部空间还算是挺OK的 但腿部空间考虑到它有一个短轴距的设计 我觉得我坐上来倒也还好 但是可能个子比较高的男生这个空间就不是那么的够用的 而且中间部分因为地台的隆起 如果长时间坐人的话 他的腿可能不是那么的舒服 建议这里坐两个人就好了 而且呢中间扶手放下来之后 两个人坐下来我们再打开天窗 后排是不是很敞亮呢 如果说你家里人口比较多 我们可以升级第三排座椅 加装成为七座 带上老人和孩子 周末可以一起出游 是不是也很方便 终于到试驾环节了 还是老规矩 我们上车先跟大家报一下账面数据 那这款车它是一个轻混车型 所以呢 它是有两种增压模式 一种呢是电动增压 还有一种就是采用涡轮增压 搭载是一款2.5T的直列六缸发动机 同时呢 它还匹配了九速手机体变速箱 和全时四驱系统 现在呀 随着这种排放政策的越来越严厉 我们已经很少会再听到 这种直列六缸发动机了 也只有在这种百万豪车上 它叫跑SUV当中的标杆车型 一直都是很多成功人士 绕不开的一款专属座驾 我小时候就梦想着 我长大了能开上属于自己的奔驰车 然后出去提面一把 如今我也算是圆梦了吧 今天我们看这款车呢 就先看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 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讨论 我是杨阳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